美歸縣訓練中心 我旅行因為教練照顧不咎 所以失蹤立地 從事金融業的助姓女子 2016年在北海岸鼻頭角 上完最後一堂潛水課 人生也不幸落幕 當時教練廖月達帶頭 女教練店後一行人下水 然後也沒有任何安全 像繩索和教練互相連結 沒多久助姓女子就從隊伍中消失 父親永克發現將他拉上岸急救送醫 還是不治身亡 他差一步就能畢業 拿到初級潛水徵兆 他只是把游泳池的那一套 把你交完了把你帶到海裡 我女兒是因為這一家教學的方式 所以才會上路 兩年前這場意外 潛水中心關閉臉書 另開私密社團 帶有網友留言抨擊 甚至爆料 1999年教練帶隊到墾丁南灣潛訓時 兩名學員和助教被海流沖走溺斃 談好要賠四百萬換和解 結果教練脫產謝責 至今只賠四十萬 判行確定 但民事賠償仍是未知數 因為賠償180萬 但我一直在追求一個司法罪名 突發中心 如果你們不復9月 你們要控制很大的代價 好刀 蘋果歡禁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鎮 再抽十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世俗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 臺灣蘋果日報APP 我還是要準備好了 這下輪